就是做youtube的四年以來 那就是有過 你的男朋友 是不是大家覺得很神奇? 因為基本上 我是收得都很賣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發現到 大家好 我是Mira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題目就知道 今天要分享一些比較私人的東西 就是大家都很想知道 到底我有沒有男朋友 我好像做youtube這四年以來 都沒有很認真 特別地分享過關於我戀愛這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有點個人 然後分享出來我覺得有點害羞 所以我儘量都沒有多說過 所以很多人一直以為單身 或者是以為我單身了很久 但其實我斷斷續續 都是有過男朋友的 所以一直為我操心的各位朋友 就不需要太操心 遠的我就不說 只是說比較近一點的 就是做youtube的四年以來 那就是有過兩任的男朋友 是不是大家覺得很神奇? 因為基本上 我是收得都很賣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發現到 偶爾也看到有人留言 好像發現到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去多提 就是因為我覺得 沒有必要把所有東西都要放在螢幕面前 前前男友就是台灣人 所以這個不是我講普通話 是有台灣康的原因 台灣康的原因 是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 台劇和台灣中的節目 我是那時候練回來的 跟前前男友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在韓國認識的 接著就在韓國拍拖 拍拖的時候我們兩個都在韓國住的 所以當初交往上是沒有什麼問題 都會常常見面的 但是只是後來 後期的時候 她是忽然間 總之她發生了些事 是一定要馬上回台灣 所以我跟她那時候 就要 必須面對這個遠距離的問題 發現一旦距離變遠了 其實是連那個想法 很多事情都會變遠了很多 因為我們生活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我們共同環境會變小了 我覺得最大影響是因為環境變了 所以我跟她都忽然間要適應這個變化 因而導致到相處上有問題 所以 長一點 沒多久就分手了 然後分手兩年 我有兩年的空窗期 但是中間其實也有出現過一些 曖昧的對象 跟那些人是發展不到 情侶的那個關係 又不想太浪費大家的時間 所以最後還是保持單身的狀態 前男友就是韓國人來的 她本身是我的朋友 所以就是 先是朋友 然後才變戀人關係 那當初我的理想型 其實就是 好像朋友般的戀人 因為跟她朋友的時候 就是我只要說很少東西 然後她就會明白了整件事 總之到後來 就覺得 是要一起了 所以就一起了 然後我也覺得她 幾乎是我 過往交往過這麼多男友 以來是 最好的一個 因為是所有想法 做法其實跟我自己都很相似的 所以 她完全是真的 就是朋友般的戀人 也因為跟她很相似 所以其實我對我們的未來 其實是 有想過一些畫面的 所以分手原因 其實只可以說是 事記不對 其實嚴格來說 就不是我跟她之間的問題 詳細原因就不說了 但是 總之因為 一些外在的原因 我們就分手了 那終於兩段感情結束了之後 其實我也有想過 這樣最後很多變回單身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一 長一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跟她本身 那個感情基礎 不算是太穩固 因為我跟她也沒有想像過 會發展成長一點的 所以我自己有一點覺得 可能我不是太適合 遠距離戀愛的 所以之後也會影響到我決定 如果我可能知道 我跟那個人是長一點的 我就未必會選擇跟她在一起 第二 就是我覺得 除了要對的人之外 是要有對的時間 就是這兩件事 一定要同時並存 其實第三 就是覺得 不想浪費太多時間 如果有些事情不確定的話 我就寧願不要開始 所以這個 其實 我覺得會是最主要 單身的原因 但這個 這個不會放在工作上面 如果工作上面的話 怎樣也會有事 但是 這個是感情上面 因為感情其實 會很浪費一些情緒 如果你的情緒不好的時候 會影響到整個人 都是會一缺不振的 所以 留在感情上面 我就會這樣選擇 想找到對的的人 其實真的不容易 所以 我也一直在想 有什麼方法 可以找到一些 比較認真交友的人 我知道 香港有一個交友APP 叫做OMI 他們是主打高質素的用戶 OMI也想我親身去驗證一下 究竟這些用戶是否高質的 所以 早期我在instagram上面 問了大家 如果大家用交友APP的時候 究竟你們會問什麼問題 你決定 跟不跟那個人 繼續聊天 那現在就給大家看 我和用戶聊天的時候的情況 首先第一個問題 就是年齡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年齡 跟自己相差太多 可能有些 價值觀 或者話題上面 會比較不接近 但是因為年齡 在OMI這個APP裡面 是直接不看的 所以這一題就可以 然後 就是 就是興趣地 憑他回答什麼 興趣可以看到 那個人的人生豐富程度 或者是如果他沒有興趣的話 可能代表他這個人很無聊 完全沒有一些想 令自己進步 或者是上進的一些感覺 那很多人呢 就想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用這個APP 或者是你在這個APP裡面 想認識到什麼人 想在這個APP裡面 得到什麼 大部分的人呢 就想知道目的是因為 可以從而去判斷到對方 是一個什麼的人 然後我覺得這一題呢 這一題很重要就是 你覺得你為什麼會誕生 你為什麼會跟前一任分手 我覺得這題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其實 就可以證明到 那個人了不了解自己 就是 如果是一個認真的人 其實他會知道 做了一件事失敗了 他會知道原因 然後從而去改善 所以接下來 我跟用戶談的時候 我就會在中間加插這幾條問題 首先呢 是加入了成為會員 那他這裡呢 有一個設定的位置 就是你可以設定 你想找男生女生 或者不閒 接著 範圍 就是距離你現在這個地方 的幾多個範圍之內的人 你想找 然後我覺得他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叫做 小測試的一個quiz 他們要回答這三題問題 才會讓你通過他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人 其實有沒有心去認識你 如果有些是混水摸魚的人 其實他們就不會想回答這三題問題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這一關裡 淘汰很多人了 那第一位的朋友 是27歲的 他叫 然後他就很主動地 跟我說 他剛才去跟朋友吃韓式炸雞 然後中間有個心心 然後這個心心呢 是聊天之後發現 原來你跟他的互動越多 然後他的心心就會 由這個空心變成 滿的紅色 然後我就問他 你平時喜歡做什麼 就是問他的興趣 他說 打機 聽歌 看電影 漫畫打球去旅行 其實我覺得挺廣泛的 然後我又再問他說 為什麼你會想用這個APP呢 然後他就說 因為覺得交APP 挺有趣 可以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 還有有時遇到 共同興趣 對話的人都挺開心 我看到他這個回答之後 我覺得 非常之好 這個答案 因為 很多人的目的可能是 找男女朋友 但是 其中一個原因 但不是主要原因 他都說平常心 上來認識朋友 然後他說 好聊的話 就可以發展 但是這些事情 沒得強求的 然後他都單身了幾年 因為他說 覺得心急不了 然後我就想試 他是不是要求高 或者你認識不到人 然後他說 他自己不太覺 他知道自己想 要的女生是什麼人 就是要有共同興趣 或者是可以 互相遷就到 就算是有不同的興趣 然後 因為我想再知道 就說 然後他就說 你跟前女兒有什麼分手呢 然後他就說 原來因為 他當初去美國交易的時候 他被P3 那你在美國沒有誘惑嗎 然後他說 他都沒有這樣的心情 然後 他不太喜歡鬼妹 所以 看得出他是一個 認真的人 所以我對第一個經濟用戶 都 挺高分的 好 然後下一位 就是來自 香港的28歲的Daniel 然後他應該比較喜歡英文 所以我們之後就用英文聊天 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個APP 你想認識朋友 還是女朋友 然後他就說 很隨心的 但是他很主動跟我說 他是誕生 所以他可能 不想我誤會 或者是他想 給我更多清晰的資料 然後我就問他 那你平時會做什麼 然後他一開始 他就說 Nothing really 他就說 然後我就想 難道你沒有興趣 然後我再追問之下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也算有的 比如看報紙 或者上網 其實我也覺得 這個算是一個興趣 因為 有些人是不看報紙 不看新聞的 其實我覺得 他會做這件事 代表他是一個 會想接受到 多些資訊的人 就是他都會了解 社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這個也挺重要的 所以 這個我也覺得 嗯 在一個加分的位 然後我就問他 你單身了多久 他就說 上年9月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分手了呢 然後他就說 是一些家庭的問題 是來自他前女友的家庭 然後我就再問他一些 仔細一點的問題 就說 如果不是因為家庭問題的話 你覺得會怎樣呢 或者是 如果因為他家裡不接受你的 為什麼你不去改變一下你自己呢 然後 其實 有牽涉到一些 不是他們兩個人的問題 所以呢 他也覺得他前女友 可能是對敵人的 但是因為有其他的問題 是那時候解決不了 所以 最後也都只能是放棄 那因為我又不完全知道 事情是 什麼事 但是 至少我知道 其實他 是 有打算和他前女友 可能是 有想過報入教堂的 那跟他聊天的過程 其實是覺得 挺舒服的 雖然他跟他女朋友 放了手 但是他也沒有說埋怨對方 或者說對方什麼不好 而且在最後 他也有說到 其實他是想找一段 認真的關係的 所以第二個用戶 也是讓我確實了 他是 認真的用戶 好 那第三個用戶 他叫 姑少 是28歲 三個剛好都跟我差不多 然後我就問他 平時有什麼興趣 會做什麼 然後他就說 打機到處去 然後我就說 那是不是去旅行 然後他說 都可以這樣說 他也是喜歡到處走的 所以 喜歡見識世界的 然後 我跟他中間的心心 又多了 然後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用這個app 你是想找女朋友 認識朋友呢 然後他就說 都是找多點人聊天 女朋友我不敢找 其實挺好的 他都說得了自己 其實不是說找女朋友 他也是希望慢慢慢慢發展 好 然後我就問他 是不是單身了 是不是單身了很久 然後他就說 今年三月 是女朋友對他不住 非常之誠實地跟我說 然後我就問他 你會不會想 盡快找個女朋友 因為 被批退 可能會挺傷心的 然後他就說 到分手後 才決定他沒有女性朋友 其實 他跟前來拍拖的時候 其實他 都可能是一個 挺專一的 男朋友 可能因為 他會花很多時間 在他女朋友身上 所以 他身邊的女性朋友 他可能會比較 沒那麼多時間去接觸 對了 我不覺得 男生一定要拍拖的時候 要斷絕了 身邊的異性關係 但是我覺得 可能對於他來說 他這個是 外護女朋友的其中一個做法 但是他這樣說 我會覺得 他一定不是那些 黏花野草的那種人 他想找個女朋友 但哪有那麼容易 所以 其實他也是 看得出他是想找認真的人 這個姑少 我覺得他是一個 都是正正常常的人 然後他也是 因為他 生活環境裡面 是認識不到朋友 所以他也想多一個途徑 用膠app去吃新朋友 我覺得普遍來說 用戶的質素都不錯 因為其實 我剪出來可能就是幾個 但是其實我實際上 我問了很多個人 外於影片太長的關係 所以我就 沒有放出來 因為大部分 他們都不是主動去找女朋友 因為他們都知道 如果下下 直接就要想成為男女朋友 其實可能 認真 極度有限 所以他們都是 普遍傾向 先做朋友 認識了之後 先再看看 有沒有機會發展成為男女朋友 我覺得這個 循序漸進的心態 是非常值得欣賞的 然後第二 我問他們 知不知道自己 為何會成為單身的原因 那很多時候 他們都答得出 為什麼 還有知道問題所在 只是 撐在那個問題 可不可以 在那個情況之下 被解決 有些可能是 剛好在那個情況下 不能被解決 我覺得是 情有可原的 他們了解自己 所以他們會檢視自己 有沒有做錯 或者做錯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 都會是決定 他是否一個認真的人 一個多重要要素 還有第三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跟他們聊的時候 感覺是很舒服的 他們不會有一種 很壓迫 或者是一些 會很想在你身上 得到很多 私人資訊的感覺 完全都沒有這個感覺 所以我跟用戶們 聊完之後 其實 我是 大大提升了 對這個APP的好感度 因為其實我本身都認同 我覺得 交易APP 不單是一個 認識男女朋友的渠道 它還是一個 可以拓展人際關係 一個不錯的地方 工作繁忙 而沒有機會 或者沒有時間 去認識到一些 除了工作上以外 可以接觸到的人 這個時候 交易APP 就是一個好的渠道 令女拓展人際關係 認識多一些新的人 所以如果大家 是覺得平時 生活上 認識朋友 是有些限制的話 那我也推薦大家 用交易APP 無論你是用什麼方法 去認識朋友 或者認識男女朋友 也好 記得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 要小心 不要把自己 一些很個人的資訊 很隨便地跟別人說 希望大家 聽完我這個分享之後 會覺得 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可以幫助我 記得Follow我iJu和Facebook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動向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 就不怕錯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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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